今天有知秋为您带来2月22号的环球军情榜 我们首先来关注异科型的新闻 央视新闻报道称 乌克兰东部地区卢干斯克民间武装领导人21号发布命令 对2月19号发布的总动员令进行补充 允许55岁以上男性在自愿的原则下应征入伍 开始征兆55岁以上男性 说明乌冬武装已经将青壮年全部征兆完毕 这或许意味着大战已经迫在眉睫 继续来关注两颗新的新闻 2月19号澳大利亚国防部在官网称 澳一架P-8A巡逻机在澳大利亚北部海域上空 遭中国海军舰艇激光照射 此前澳大利亚海军阿德莱德号两极攻击舰 在抵达汤家执行救援任务时 由于电力系统严重故障而瘫痪 澳媒形容这次故障是一个特别尴尬的事件 澳大利亚希望通过抹黑炒作中国舰艇激光照射事件 来挽救颜面的话 完全是无望的 继续来关注三颗新的新闻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号报道 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力量称 乌克兰政府军17号开始对自行宣布成立的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发动进攻 共计发射400多枚炮弹 导致成千上万居民流离失所 被迫撤离至俄罗斯 同时乌东武装宣称摧毁了乌克兰政府军的部分火力点 继续来关注四颗新的新闻 当年时间2月20号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接受采访时称 由于乌克兰局势升级 欧洲可能爆发自1945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 他有引述美国总统拜登的话强调 俄军准备从乌克兰东部和白俄罗斯两个方向入侵乌克兰 此前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已经表示 俄军在俄乌边境的演习即将结束 部队将回到他们的部署地点 美英的炒作恰恰证明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最后来关注五颗新的新闻 据塔斯社2月20号报道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天在其官网上 发布了针对美国公民的警告 称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的购物中心 火车站地铁站等人流密集区域 以及俄乌边界地区可能发生恐怖袭击 但美方并未通报俄罗斯政府 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质问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问题可谓是一针见血 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军情榜